民族国小的陶艺创作文明全国 从塑陶到摇梢 学生都能够一手包办 每年毕业生也会在学校各处角落 用自制的陶艺作品 为校园相牵出拼分的色彩 但你一起看看孩子们的创作有多美丽 那些陶印在陪组上滚印美丽的图腾 在盖上刻有自己名字意象的印章 一个陶片半成品就完成 可以送进窑里进行烧烤 民族国小文明全国的陶艺创作 像是喜气洋洋的花盆 可爱的猪扑麦 以及狗狗造型的糖果盒等 都是出自小朋友之手 老师会从比较基本的基本功 比如说搓圆 搓水滴状 或是泥条这样子 这种基本功来训练小朋友 那最后他们可以从小作品 组成一个完整的大件作品 所以像我们每一年都有送件到 赢格参加淘博冠的比赛 民族国小的陶艺教育 从捏陶到陶品出炉 都让孩子亲自参与 而每年毕业生都会在校园中留下自己作品 今年六年级的孩子们就用陶板 为转型的同学步道 镶嵌出缤纷的色彩 不断地在尝试摸索 然后失败这样的一个历程 像孩子从这个练土开始 那可能有一些他不满意的地方 那他必须要再重新 再从捏缩开始 培养孩子从小很有耐心的去完成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创作就是毕业相关作品的时候 遇到什么样子 就是有时候会土会裂掉 然后有时候放太干也会碎掉 然后有时候就是硬压的时候压太深会裂 就是它会破掉 要有耐心和硬力才会完成一件事情 如果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不能放弃 才会有结果 失败中学习 跌倒就再爬起来 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 另外像是使用两千多片陶板 评审的海洋风司令台 各具特色的厕所一郎 以及图书馆里随处可见学生留下的难忘回忆 每一年我们的毕业生都会在学校的某个角落 留下热带雨林 想说孩子喜欢冒险 然后到森林里面去探索 所以我们把图书馆当作一个智慧的丛林 希望孩子进来图书馆之后 可以探索无穷的保障 民族国校耕耘桃义教学16年 鼓励孩童尽情挥洒创意 并在毕业前夕在校园中留下6年来的学习精华 延续美好的记忆 港独新闻张世民 夏小新采访报道